这是我见到的比较奇特的面火器了 你看人写着泡沫剂面火装置 但说实话这东西怎么看都跟现在卖的各种洗涤液 什么杰测灵那瓶子似的 对 那你看这个的话 你看像不像一个保温的饭盒 有点那意思 你看这个还有导火索 就像一个现代的反坦格地雷 对 造型还是有点意思的 问题是你找火车怎么办 所以咱们得看一看 这个东西它到底应该怎么用 在安徽省消防准备的实验场上 我们准备对陈林光发明的灭火装置 进行第一层验证 这是什么 这是93号汽油 我们找来了三个废旧的轮胎决定将其引燃 黑烟滚滚而起 这时一个人把陈林光的发明直接扔了进去 三个轮胎复制在什么力量的作用下跳动了一下 而刚才还凶猛燃烧的火焰 随同浓烈的黑烟 却突然没了踪影 冒在清烟的轮台上覆盖了一层白色的泡沫 原来每个灭火器中都有二至三颗的火药 火药被包裹在充满灭火剂的容器内 灭火器外壳上的引线就是传感装置 当引线触碰到明火的时候 就会引爆火药 从而将灭火剂均匀地喷洒出去 达到忽灭大火的目的 怕这个爆炸 你别看它说的是爆炸 但其实它的装药量是非常少的 甚至有人测算过 大概也就跟咱们一个鞭炮差不多吧 可是它炸完了之后 你看那三个轮胎着的火也不算小了 居然瞬间就给灭得干干净净的 这东西还确实挺好的 它的工作原理就这样 你说它有炸药 那个炸药虽然那个装药量不太多 但它一爆炸之后 把它周围的那些个发炮剂就全都喷出去 而且撒得非常均匀 就把整个火的都给了 难就难得撒均匀这啥 我觉得 对 不过有些时候 我觉得有些火呀 真的是让人觉得呢 挺不容易扑灭的 这比较隐蔽的地方 对对对对 你比如像汽车吧 它要是发动机内着火的话 你根本就没察觉 而且呢 像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些大的这种客车啊 你拉的人本身就多 而且呢 一旦要着急火烂 那太危险了 你人员疏散啊 那小玻璃车敲玻璃的问题啊等等 这都挺可怕的 所以说啊 这个东西啊 能不能很好地帮助咱们解决这个汽车自燃的问题 随着机动车辆的普及 汽车自燃的现象越来越多 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内部油路密布 各种管线众多 在车辆保养不及时 或是年久失修的情况下 极易发生自燃 尤其是到了炎炎夏日 发动机舱内部的温度陡然升高 更是给自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而汽车一旦发生自燃 火势的发展非常迅猛 车内的人员往往根本来不及讨生 对于载客辆很大的客车而言 自燃的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陈林光发明的灭火器 预制在汽车上 能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呢 我们决心寻找一辆汽车 来进行第二层验证 几经搜寻 终于在一个汽车报废站内 找到了一辆典型的发动机后置型客车 这辆可以载客50人的汽车 虽然已经报废 但是发动机舱没有大的改动 而且内部的情况 也非常符合我们实验的标准 各种管线上 固满了厚厚的油 工作人员把一个 四升容量的灭火器 固定在发动机扇方的隔板上 为了逼真的模拟 汽车自燃那一瞬间的情况 我们在发动机上 先撒到了一些汽油 然后将其点燃 一声闷响过后 大火会迅速一灭了